这个车坐在车里面非常的陡 可能是发动机陡 把火花塞拆出来看一下 间隙有一点点大 放上四个新的火花塞 不管问题能不能排除 它的火花塞也应该换了 再发动试一下 方向盘依然还是很陡 把这个电瓶拆掉 换发动机的机脚 换机脚要把发动机顶起来 不然机脚拆掉 发动机就掉下去了 这个大肥班是可以伸长缩短的 下面小黄车就有同款 应该就是这个肥脚坏了 然后把这个新的装上 再给它把这片肥脚也换 这个肥班确实挺好用的 这个就是鸡脚 这个完全就跟肥脚搬手是一样的 旧的这个太软了 新的这个比较硬 再把这个新的鸡脚装上 把设计起来 下面还有一个鸡脚 把这三个鸡脚都换了 肯定就好了 这个鸡脚还是很好拆的 好了不走了 给我点个赞 今天我要去修一台大牛 鸡牛 停了一个月 肯定是打不着了 踩油门睡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水 人家也没有水了 已经加了一瓶水 两瓶水 三瓶水 这个瓶子都加了四五瓶了 这水仙好能装水啊 好了好了 不要加了 全部都加在肌肉里面来了 你看到没 你加的水 全部都加到肌肉里面来了 把那个刚才先摘下看一看 再把这个东西拿掉 电铁有点碍事 把点红线先拿出来 把气氛实在摆掉 哎漏水了 用手摸一下 看一下水是从哪里出来的 摸到一块铁 这是什么东西 水堵 这个是水堵 把气氛底起来 刚刚加的水都在油体壳下面 油的密度比水的密度低 油会飘在水的上面 所以流到一半就会开始流机油了 地上得扫一下 要不然师父会骂我 把排气管拆掉 这个是曲州皮带轮 然后拆正式皮带 把空气滤晶的管拆掉 这个油门拉线 这个上水管 汽油管 然后拆钢盖螺丝 嗯怎么回事 这种红色的家常大黑斑 你们最好不要买 我才用了一个月就成这个样子了 后开始才刚带 气缸垫好像没什么问题 现在要把这个摇臂轮擦掉才可以看到水 这摇臂轮后面有一颗大螺丝 就这两个水堵掉了 就这两个鬼东西 你们觉得值多少钱 这个车是年前就停到外面的 那个时候还比较冷 肯定是每家黄奴也给它动的 今天和师傅去外面修一个打不着的车 这个车在这里停了一个月 都打一下 你估计一下这个车什么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油 可能不点火 那你给它修 我去旁边让你洗个车 可能是汽油崩坏了 把汽油管拔掉 看一下有没有压力 发动一下 用大拇指按都按不出 压力肯定是正常的 再看一下火花塞 有汽油的味道 火花塞是正常点火的 可能是烹油太多烟钢了 把所有的火花塞都拆出来 用煤气烤一下 这个是车主家 他家墙上有两块腊肉 好想吃啊 烤干了 再试一下火花塞 都是否能够正常点火 点火都是正常的 再发动一下 这应该是发动机的问题 需要脱回修历场 车主正在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因为保险公司有免费拖车服务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一起把车推到大马路上 因为这个小巷子拖车进不来 中午一人吃了一碗垃圾粉 车拖到修历场了 先让老师傅们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感觉还差一口气就能打倒了 趁一点低温启动 也试一下 你这个可能是正式跳齿了 小哥哥不懂什么是正式 但他还是能感觉到问题很严重 再测一下气缸压力 一缸有六个压力 二缸有四个压力 三缸也是六个压力 六四缸是八个压力 我跟他说可能是正式跳齿 造成气缸压力低 具体什么原因要拆开发动机才知道 小哥才想起来 他买的二手车有质保两年三万公里 去年 现在你们买了一个 这个车就发到那个家 我说我没公司早就八点 你不来了 不是干了 那你你这样说的话 那就没意思了 可以看出来小哥很无奈 他打算拿着合同去找他 这个发动机在这里装 等会不会下雨 那我等会把这个车开出去 推到里面去装 帮我看一下后面 希望今天可以早点下班 今天五点应该没问题 张铁上你缠一下 我看一下新的钢盖 他这个是调气门间隙的参数吗 推枪飞一下螺丝孔里面 再用杀入杀一下 链条这边的浇水也散干净 这个盒还要钻到中间去 别的气缸带装上把气面给烂了 一下这个盒一定要先把手上摘掉 把这个旧的排气管拆下来 排气管有点硬 好像破了 把气缸垫装上 小心点小心点 别把气缸垫压坏了 你看这个搭配搭也这样 然后你你不动啊 可以把这个伸藏 伸藏这个 安装这个兔轮轴 把这个进气轮拿掉 上面一个 呀 这个搬手非常的好用 链条上有两个黑的知道吧 有三个好吧 这个塑料的东西还挺耐磨的 这个是装紧器 再转两圈看一下链条是温松 会不会顶气萌 然后把正式壳子装上 你装火花塞我装进气管 这个车收好就下班了 今天要不是修其他车 这个车都能装上发动了 把链油水装上就下班了 这个发动机装的差不多了 给我们点个赞呗 你当里面还有没有拆螺丝啊 那么多多发动机装上